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环球追踪》 这一节先和大家跟进一下 就是隔晚欧美股市的情况 看着美股方面 看到美股是个别发展 联储局是一年两日议息 市场都观望议息的结果 加上苹果等等大型的企业 陆续都公布业绩 投资的情绪审神大肆的交投 吹响淡静 见到道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表现反复 全日高低点的波幅是135点 最后收市是下跌19点 收报是18473点 跌幅0.1% 至于标普500指数 收市报2169点 上升591点 至于纳斯大学综合指数 收市是5110点 上升12点 接着就看在美国卖卖的港股月托正 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是个别发展 看到汇丰就是比本港收市比较 是上升0.4% 中移动下跌0.3% 中联通下跌0.4% 中仁壽上升0.4% 看三桶油方面 中海油上升0.45% 中石化上升0.32% 至于中石油上升0.22% 欧洲股市方面 看到欧洲股市上升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报在6724点 上升13点 法兰克福德克指数 收报在10247点 上升49点 巴黎克指数 收报在4394点 上升6点 而油价方面 看到纽约旗油下跌 主要是因为市场忧虑 汽油供应过程的问题 看到纽约旗油一到跌到 三个月的低位 收市报每桶是42.92美元 下跌21微仙 跌幅0.5% 至于伦敦布兰特旗油 反复下稳 收市报44.87美元 上升15微仙 升幅0.3% 之后美国的石油协会 公布上星期的美国原油库存 减少82.7万桶 跌幅远低于预期 市场原本预计会下跌230万桶 另外原油库存出乎 意料减少42.3万桶 蒸馏油库存 增加29.2万桶 大幅低于预期 市场估计上升71.4万桶 接着看金价方面 看到金价贼幅上升 主要受到美元回源大动 另外市场也密切留意 联储局议息回议的结果 看到纽约期金 收市报每盎司1320.8美元 上升1.3美元 升快0.1% 接着看美元回价方面 看到美元兑港元是7.7566 兑日元105.13 勾元1.099 英镑1.3142 瑞士化囊0.9921 加元1.3178 勾元0.7508 至于纽约0.7044 再看美国国负债券方面 50年期债券息率是1.57 至于30年期债券息率是2.29 数据方面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现在将时间交给Mak 谢谢Iris 我先介绍的嘉宾是高级分析员 旺位和我们谈谈外卫方面的情况 早晨Rafi 早晨 我先和你跟进 美股方面 看到隔晚美股三大指数 就个别发展 继续在高位方面 有点反复的整股 两大众因素 正代联储局方面的议息结果 以及在隔晚美企方面公布的业绩 再看联储局方面的议息 大家对于憧憬有什么惊喜 都没有太大的期望 预期方面可能会暗兵不动 至于美企方面的业绩有些参差 其实在这些情况下 其实美股的走向又是怎样呢 会不会短期来说 都会有点反复格局 当然了 以美股来计 其实在这一阵反复之前来说 其实都累计升幅不少 甚至不断是创影今年高位 变相升幅那么多之后 要它再上升 的确难度上看是多了不少 甚至乎都很需要 更加多的利好因素 才可以推到大致上去 所以去到这些近期高位 叫做不断反复下 其实我觉得都很合理 甚至乎刚刚也这么巧 就升完之后这一阵 就开始是业绩期 如果业绩来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变数比较大 甚至乎以昨晚来说 其实只是单日一天来说 各别业绩不好 都可能令到股市 曾经跌得比较多 例如麦当劳来说 业绩就不太好 令到道指曾经跌超过过8点 只不过在最后收回上来 跌幅就收回窄点 所以的确我都同意一点 就是以短期来说 收回美企业绩左右 其实意味着美股 可能会在近期高位 叫做比较反复些 可能比较有时会跌得多些 有时如果业绩好 可能升不少跌也不期 甚至乎另一边商 就真的留意美联署意识 今晚就有结果 当然认为花点 其实讲真句 就是预作什么都不做 但这一刻大家在看会后声明 究竟是什么 但今次没有记者会 但又会有声明 但看一看声明之后 远处官员的取向 甚至可能猜一下 如何看通胀预期 甚至乎下次9月份 有没有机会加息等等 这些是大家要再看 所以形成昨晚 比较是一个 即是观望得利 亦都见到个别业绩 比较参差的时候 美股相对是反复下 我觉得暂时短期来说 可能都会继续这个格局居多 大型美企都会影响 整个投资气氛 昨晚收市之后最触目的 就是苹果方面的业绩 收市之后 仅仅是停了一钟 第三季方面 正利润跌了2.7 收入方面跌了1.5 但其实都比市场预期好 大家都关注苹果 买iPhone手机 或者iPad的情况 虽然按贵来说 都有一个下跌的情况 但都比市场预期好 怎样看苹果的业绩 你自己是否满意 当然苹果业绩 其实是比预期为理想 因为特别你刚才说到一点 刚刚第三季的 譬如正利润或者收入 虽然是按年有跌幅 都挨近2.7和1.5 但两者都比市场预期好 大数上说 都是比较理想 甚至乎你看到当中 插上苹果iPhone的销量 或者iPad的销量等等 都是一样的 特别是iPhone 虽然按年有1.5的跌幅 销售量 但无论从量来说 iPhone、iPad等等 都是比市场预期好 唯一比市场预期低 就是Mac机 但说真的 Mac机现在的占比也越来越少 所以明显看iPhone和iPad的销量 特别是iPhone 所以都比市场预期好 业绩出来 其实市场预期挺修复 所以你看到 当然这个业绩是收市后才出 但当公布完之后 苹果的场外股价 一度升了7% 也挺意味着 有机会今晚回来 可能会接着升势之下 令到美股可以好一点 甚至如苹果业绩 除了过去第三季 比较理想之外 展望未来 直至9月底 至第四季 当然预期可能会低于去年同期 但大家也知道 未来也有机会有新的iPhone手机推出 所以看看到时的反应是怎样 如果出来的结果 反应是理想的时候 都有机会 可能令到苹果股价强一点 之下 其实美股可能都会 做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计 苹果业绩当然这一刻是首货 也刚才提到 有机会利用短期来说 它的股价 甚至大市 都可以成为因素 稍微再做好一点 好 看到港股方面 今天有开始情况 继续向上 竞价时段 行指升了63点 在22,193点 就是开始的 现时这一刻 升了130点 最新报22,258点 国企指数升了75点 最新报9,138点 内地股市同样靠稳 上证差不多持平开始 在3,050点开始 现时在3,052点 升2点 现时深圳城市 报10,871点 升19点 户深300指数升2点 报3,272点 先跟进外围方面的情况 跟进到这 转头回来 跟Rafi谈谈中港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 想跟进港股 以及A股方面的个别板块 或者是整个大市表现的话 不要走开 稍后开市感浪再谈过 请不及到我们 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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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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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